哈囉大家晚安 晚上好 前人種樹後人成糧 前人種樹後人成糧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要飲水濕源 因為我們發現 有很多的網友或者是車友 他可能 他的車子現在的狀況是好的 也沒有遇到 這些車主遇到的那些問題 他們就會覺得說這樣子好像 本來就是這樣 他們可能會覺得本來就是這樣 可是實際上 這個車子可能本來沒有那麼正常 大家最常拿出來講的 最近這個豐田的 Toyota的這個 車美式的車機 Toyota車機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有問題很久 那這個問題存在了好幾年 可是一直都沒有辦法被 徹底的解決 那最近就是有一個最新的版本出來了 這個版本是 STVAHW 03 就是應該是第三版的 第三版的這個氛圍 軟體改成第三版的 那據說就是之前那些問題就解決了 據這些車主的描述是這樣 可是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車主如果他們沒有 在之前的這樣子很 很踴躍的出來分享 我們不能講說 抗爭呢其實也沒到那麼嚴重 就是我們對於我們買的東西 甚至是買 花了上百萬買了一台車 結果 這個車子本身的這個這個車機 他會有一些毛病產生 毛病當然五花八門太多了 那最嚴重的是什麼 最嚴重就是之前那個油電板 油電板的車機他會 就是會漏電 然後有些車主他們開車開到 停放 停下來然後隔天要啟動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啟動 這車主真的是從來沒有遇過這樣子的事情 而且這些車子有些很新 幾十就二三十天三十幾天 他就拋錨了 我都說這是有一點像拋錨 我開車如果是開到山上去 然後就沒辦法啟動那你怎麼辦 在路邊 在飯店 然後住了一個晚上隔天起來他沒辦法啟動 那怎麼辦 那為什麼這些車主這麼氣憤來找我們 因為他們也是回原廠 有些有些這個網友很可愛 就說有問題回去找原廠就好 假設回去找原廠 原廠就是 就是像大家想的那樣 哇一開始就承認說 這個車子可能有問題 趕快留下來檢查什麼的 如果是這個樣子那當然沒問題 可是我聽到的 這是我聽到的 大部分的車主轉述他們回去原廠的那個被 對應到的這個態度都是什麼 就是感覺都是把問題都推給車主 所以我們他們就覺得很不爽 我們就來分享 甚至不是只有TOYOTA 像今天也有一個奧迪的車主嗎 大家如果看最新的影片應該看到 奧迪那台是A7喔 A7 A7是貴的 不是便宜 不是A3或者是Q2這種比較入門的車 A7一台快400萬 結果那個車主買來第二天就回廠了 為什麼 因為安全帶的那個警示燈一直亮 然後一直叫 那結果他回原廠 原廠怎麼跟他講 原廠就說沒問題 沒問題了以後 他就因為車子確定是買下了 他就去包模 就去做了個包模 回來了以後呢 這個安全帶的指示燈還是繼續叫 他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 那回原廠你知道嗎 那個車廠奧迪車廠的經理 你居然跟他對賭 反正就是一直一直就是 一口咬定 就是你車主的問題 你去貼了那個模 貼模 可是貼模 貼模跟安全帶到底什麼關係 那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貼模跟安全帶到底什麼關係 結果那個 那個車廠的經理 居然就跟那個車主打賭 說我就是一口認定 就是你車主去貼那個模的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他哪裡來的這個勇氣 怎麼這麼有自信 他覺得 安全帶的指示燈亮起 跟貼模有關係 欸 死人也九八八 沒看到這麼公民 你知道 很有趣喔 欸 這就是車主的無奈啊 因為很多車主他其實 不是 不是一開始就這麼氣憤 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回去 明明就拋錨了 你到第三次你還跟我講 我的車子沒問題 像前陣子來分享的那個阿文哥 那個artist Toyotaartist的車主 他的車子就是回廠三次 三次都跟他講他的車子沒問題 你明明就已經拋錨叫拖掉車 來拖拖回原廠了 原廠居然還是跟他講說沒問題 那如果是你你不會覺得欸 你你你不會覺得很不爽啊 第一個第二個 我是有那麼多時間陪你在那邊耗 是不是我們也要上班啊 我們也要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哪有可能買一台車來我 跟你在那邊耗時間了 這個理由 車子你買 我花了這麼多錢上百 近百萬 買了一台artist 結果居然我要跟你一起來debug 有沒有搞錯啊 那你沒有debug完以後 再拿出來賣 反而是現場 這個有問題叫我們跟你一起debug 而且最好笑的是 明明知道車廠的這個車機有問題 他還是持續在現場 第一線還是持續在銷售欸 就為什麼會一直有人陸陸續續來找我們 就是因為他的車機也遇到問題嘛 然後回去原廠被當成個案處理 就他看到我們的影片發現說 原來這不是個案啊 這個是這麼多人跟我有一樣的問題啊 他這時候才意識到原來這不是個案 原廠都跟他講這是個案 你不覺得很誇張很好笑嗎 所以 不管是 剛剛大家 聽我講的這些車主 的一個artist 車主拋錨的故事 不是只有artist拋錨 CC也有很多車主拋錨喔 只要是買油電板 然後頂配的 基本上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那也許你沒有遇到 因為你可能你每天開車 或者是你的使用的環境 是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那不代表你不會遇到啊 等到有一天你開車到山上去 隔天起來發現他沒辦法啟動了 你再回想到 你有看過這個影片 還在我下面留言罵我們車主 你就知道你有多愚蠢了 是不是 所以你沒遇到不代表沒這個問題 因為我以前在學這個問題解決啊 他有兩種模式 一種叫做課題達成型 一種叫做問題解決型 問題解決型就是你遇到異常 就是你本來大家都是 比如說100台裡面 只有一台是這個樣子 那假設100台裡面只有100台 100台裡面只有一台是這樣 這個叫做異常 他們就是要針對這個異常去解決 但是如果說 我剛剛講的是課題達成 就是說這個問題 他其實在生產或製造的時候就存在 這個沒有辦法看 靠後段 再說一次 他沒辦法靠後段的去補救 比如說這一次這個漏水的問題 就是這樣 或者是車美式車機的問題 這個都是屬於存在的問題 他不是異常 就在設計端他就存在了 所以你末端的業務啊 或者是末端的這些保養廠的人員 他再怎麼補救 他是沒辦法解決這種根本的問題的 你必須從原廠的權限下面去改 改改善製程改善材料 不然你後端只能用五塞巴 有沒有聽過五塞巴 就是拿silicon在那邊勾而已 像那個漏水的問題 一開始ROV4的這些車主也是一樣啊 遇到了他回原廠 原廠跟他講 怎麼會這樣子 你再回去觀察一下 回去觀察一下 確定漏 他把它拆掉 然後用五塞巴 那個什麼silicon 那個什麼防水膠把它勾一勾 人家還是持續漏啊 那沒辦法 沒辦法治標啊 你沒辦法治本 那個是治標啊 所以問題不在於 這個問題到底有沒有被發現 而是我們要先定義 他的問題到底是問題還是異常 如果是異常的話 當然保養廠或保修廠 經銷商他是有辦法處理的 就交給經銷商處理 但是有一些問題 如果你沒有把它放大 他就會到經銷商就停住了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很怕犯錯 你如果沒有凝聚起來 一股力量往上去承報 因為這些人說真的都是領薪水的 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是到了經銷商的某個層級 他就不會再上去 所以總公司永遠都不知道 有這些問題 那不知道這些問題 他怎麼可能去針對設計上面 設計端去做實驗 或者去請工程師去做研究 所以其實有一些比較正向的業務 其實是蠻支持我們的 他覺得說終於找到 終於把這個聲音傳到總公司去了 不然總公司那些人都在吹冷氣 根本不知道我們現場的人有多辛苦 是不是這樣 所以如果沒有透過這種空戰的方式 請問一下你要打游擊戰 你怎麼面對都是業務 業務再怎麼面對都是廠長所長 這些人都是領薪水的 他會幫你承報嗎 怎麼可能 那所以如果有人有前輩 就是比你早買的 不管是CC也好 或者是Raffle也好 他比你早買 他遇到了這些問題 然後他出來 努力了一段時間 抗爭一段時間 終於原廠找出對策方案 我們怎麼會站在旁邊 好像要嘲笑人家 覺得人家是出來 是要找找查的 你覺得是找查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的車子開始產生生鏽了 這可就不好玩了 你知道原廠可能要怎麼處理嗎 那個對他來講更是更大筆的一個支出啊 如果是在保固內 就整個都生鏽了 那他怎麼弄 他可能要大面積的招回來討欺 那現在還沒發生 趕快先處理不是很好嗎 怎麼會有業務員 或者是你們這些車主 然後出來在那邊 不知道在酸什麼這些 就針對我們這些車主在那邊酸 我是也搞不懂 這是怎麼樣子的一個情境 真的很好笑 搞不懂啊 真的搞不懂 你不覺得 明明就知道有問題 而且大家都看過 中古車商的那個影片 中古車商 他不是只是拿著水槍在噴水而已 不是 他是直接拆開來給你看 那邊確實就有洞 有洞 你說那有洞 不一定會漏 我的都沒漏 對 你的洞在那裡沒漏 可是你不知道他什麼什麼會漏 確實有洞 那個洞不會平白無故 消失在你面前 他是存在的 他是存在只是你沒有肉而已啊 那沒有肉 你不覺得那已經是問題了嗎 他不是異常啊 我剛一直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解釋 問題跟異常的差別是什麼 問題就是他是存在的 也許你沒辦法從後面 這個after service去處理掉他 你必須從源頭 他在設計端的時候就有問題 這個叫問題 異常呢 異常就是 100台都沒問題 就偏偏出一台有問題 這個叫異常 所以我們只要針對那個異常處理好 所以叫異常處理小組 對不對 緊急應變小組 這個就是處理異常 但是如果是處理問題的就不一樣 處理問題 就是你要針對原廠的設計 或者是材料的改善 或者是原廠的製程改善上面去做 你一般的業務員 根本沒有這個權限 甚至連台灣總代理都沒有這個權限 你不把他的數據收集起來 然後讓總公司知道 請問一下怎麼會有人幫你處理問題啊 是不是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分享大概就到這裡 我們今天就是跟大家講 其實前人種樹後人成良 什麼叫做飲水失源 飲水失源就是你要感謝過去犧牲奉獻 然後犧牲時間犧牲體力 犧牲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才有今天的我們 OK那我們今天很開心 在線上又跟大家分享了這麼久的時間 我們期待下次有更多的這個主題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歡迎多加利用